Omicron疫情持续肆虐 今天本土个案新增6295例 境外移入44例 中症病患也再加4 双北、桃园三个县市都有千里以上个案 另外台中以及宜兰风险增高 已被列入全台八个高危区域中 而本土个案持续创新高 今天开始区隔3加4启动 就连一届也忧心 是否会成为另一个破口 对此阿中部长再度解释 3加4本来就是一个 大家在风险里面 跟一个社会怎么样的运作 里面取得的一个折衷点 考虑到整体来讲 我讲过说到了第三天 其实大部分的会出来的会出来了 然后再加上你要出来 你要出门的时候都有验过阴性 那这样的比例相对也就低了 区隔3加4上路 预计全台共有六万七千人 渴望在明日转为自主防疫 我们是算他的接触日 如果是在4月17号到4月23号 那预计这些人都可以转成 这个解隔就是总共六万七千人左右 如果说是已经隔离 已经超过三天的人 那就一律以4月26号作为隔离七日 那如果隔离未达三天的 就是由系统自动计算隔离日的次计算三天 而为了更有效简化相关实行细则 今天指挥中心也宣布 除了钢框裂时的快筛 以及自主防疫四天期间 如果外出需快筛阴性外 居隔期间都不用再快筛 主要是删减掉原来规划隔离第三天的时候 要做快筛这件问题 那其他都是一样 那另外就是有关快筛设计的发放的问题的部分 我们会由这个隔离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来发放 所以根据我们刚刚的这个办法 就是会总共发五支 有些地方政府现在在购买困难或什么 请记就把计划报上来 他的需求量跟他的使用计划报上来 我们都会全力的支持 最后关于5到11岁儿童施打 莫德纳疫苗时程 目前已在初步医院调查中 预计最快5月2日就可施打 等到这个回收来我们就很清楚 到底在这一波有多少人想要打 我们大概就120万人 如果以上欧洲的话就18%几 20%那如果美国大概30% 那台湾我们的量一定会够 莫德纳量一定会够 那也请家长放心把这相关的说明 把它看清楚 那如果第一个时间还没有办法决定要不要打 那之后也有机会再打 那至于这个辉瑞得儿童疫苗 这是一定会有 时间还未定